小王每天骑共享单车去上班 今天,他看见一辆单车倒在地上 他走过去,扶起了单车 看见车栏里有一个包裹 小王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有一部很老的相机 相机里有一些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女孩 女孩笑得很开心 小王决定找找这个相机的主人 他带着相机去了派出所 警察问,相机里有谁的照片 小王说,我不知道 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 几天后,一个女孩来找相机 他看到照片 眼里有泪光 这是我爸爸的相机 感谢你找到他 小王笑了 我很高兴帮忙 小王每天骑共享单车去上班 今天,他看见一辆单车倒在地上 他走过去,扶起了单车 看见车栏里有一个包裹 小王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有一部很老的相机 相机里有一些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女孩 女孩笑得很开心 小王决定找找这个相机的主人 他带着相机去了派出所 警察问,相机里有谁的照片 小王说,我不知道 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 几天后,一个女孩来找相机 他看到照片 眼里有泪光 这是我爸爸的相机 感谢你找到他 小王笑了 我很高兴帮忙 小王每天骑共享单车去上班 今天,他看到一辆单车倒在地上 他走过去,扶起了单车 看到车栏里有一个包裹 小王打开包裹 发现里面有一部老的相机 相机里有一些照片 照片上是一位女孩 女孩笑得很开心 小王决定找找这个相机的主人 他带着相机去了派出所 警察问相机里有谁的照片 小王说,我不知道 也许是一个陌生人的 几天后,一个女孩来找相机 他看到照片 眼里有泪光 这是我爸爸的相机 感谢你找到他 小王笑了 我很高兴帮忙 感谢你 感谢观看